好了 謝謝 為了紀念追不到女孩子的事 然後 在部落其實也寫了蠻多首的歌 其中一首歌很有趣 是我自己寫給我自己年齡階層的 我的階層 年齡階層是阿美族的一個 傳統的社會的一個制度 他是用年紀來分年齡階層 然後一層一層 五歲五年為一個單位 好比是十五到二十歲是一層 一個年齡階層 二十歲到二十五歲 一個年齡階層 以前每一個年齡階層 都有自己的 那個階層該有的工作 就很像部隊一樣 是班兵 然後排長 連長 營長 這樣一層一層的關係 但是年紀到了 就要到那個位置 然後做那個事情 五年之中 就是一個新的年齡階層 要升上來 就會去 去這個屁這個年齡階層 通常年齡階層是用 拉開頭的 我的年齡階層叫 然後加一點剪水 撒洞 等一下發文喔 撒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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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撒洞是 他們主持 那種做 蓋房子的 那個很大的那個 柱子 那個木頭 這個叫撒洞 為什麼他們叫拉撒洞呢 是因為 八八封在的時候 就是 整個 台灣南部 受創 然後上上很多 神木都被衝下來了 然後很奇妙 那些木頭 全部都往 隨著洋流往北漂 漂到 杜蘭灣去 都要是一個很大的海灣 然後那邊就 積滿了很多木頭 然後人家一輩子都沒有看過這樣的 風 就是景象 沒有看過 以前標木屋頂多幾根而已 它是那個時候 八八瓣在飄下來 是一整大片 人都可以走在海上的 很像中間飄了一個 中山足球場一樣 很誇張 有照片 有機會去上網 拉撒洞 Enter 然後 那個 怎麼打 蛤? 多大嗎? 怎麼打 中文要怎麼寫 就是撒洞 拉撒洞 我們現在中文就寫了 撒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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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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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写过一首歌叫《拉千行》 然后出的乐团也拿来唱 然后拉撒冬 他们自己也有写一首歌叫《拉撒冬》 真的吗 好优秀哦 要不要唱唱歌 他们没有练过 不过他们这个年龄阶层还蛮多的 又四十几位这样 升上来的时候 像《拉撒冬》刚升上来才四十几位 我们那个年代比较 原住民的小孩子比较没自信 所以比较不敢参加这样的年龄阶层的活动 不过他们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就 哇 参与的蛮多的这样 试试看 帮我参与一下 好